第十一届高校联盟松竹梅奖助学金新闻发布会 6月16日在圣玛丽诺市举行 本届奖助学金由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高校联盟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 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美国校友会 山东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与中山大学南加州校友会成办 11家校友会协办和11家校友会支持 共有26家校友会赞助 并由灿国基金冠名赞助 发布会由组委会李玲和蒲江川共同主持 发布会上主办方和承办方介绍 本届奖助学金申请已于5月8日开通并公告发布 奖助学金申请截止为7月6日 7月21日公布获奖者名单 7月27日举行颁奖典礼 申请截止日前 凡符合申请条件定居在南加州的华裔学生 可扫描二维码登陆申请 同时组委会还呼吁企业团体和爱心人士 继续捐助和支持本届慈善公益活动 帮助寒门华裔学子完成大学学业 实现人生梦想 冠名赞助商灿国基金代表 Carol Chu女士远程出席了发布会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重视教育 吉利华二代华三代在美发展的致辞 在发布会上发言的 还有黄金赞助Goo Foundation 白银赞助飞达教育 青铜赞助REMAX Premier Properties 等赞助商代表 高校联盟是一家支持校友会的代表 也在发布会上发言 他们纷纷表示积极响应 高校联盟的号召 全力以赴支持本届奖助学金的评选活动 主办方表示 高校联盟松竹梅奖助学金 是提供男家唯一的全方位的 慈善教育类奖助学金 本届奖助学金的最大革新亮点是 统一项目名称为 高校联盟松竹梅奖助学金 同时新设基金会评审委员会 聘请教育领域资深专家 长期担任评委 实施奖助学金评审专家化 提高评审权威性 全美电视台记者 圣玛丽诺氏采访报道